好 我们现在要来看怎么样在word里面 然后来放一个书签 并且我们来看怎么样跳到那个书签去 好 举例来讲 我们现在要在这边放一个书签 所以我们就选择它 但是呢 这个要注意 第一个 这里面不能有空格 然后必须要从一个某一个字开始 玩英文 中文都可以 然后呢 我们去选这个插入 插入什么呢 最下面 插入连结上面有个书签 所以我们就选书签 选书签以后 我们要把这个书签的名称打进去 就是这个 yume oizake 那打进去以后呢 比如我们现在打进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新增 那我现在已经加好了 所以不用了 新增完毕以后 它就会出现在这里 那这个呢 是所有的书签 好 那第二步呢 我们来看 怎么样 来跳到这个书签 所以举例来讲 我们现在 要从某个地方跳过来 好 举例来讲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要跳过去 所以我们先选它 然后呢 右键 然后呢 右键 这边有个超连结 我们打超连结 超连结以后呢 我们这边打文件 文件以后呢 我们来这边 这个锚点这边我们寻找 寻找里面有书签 书签我们就去找 刚才那个 Yume oizake 然后我们就 确定 确定 那这个时候呢 这边就 做好了 这个 可以跳到那个书签 你看我们这边就会出现 那我们如果要跳过去 我们就按一下 它就会跳过去了 这可能要稍微点 它跳过来了 跳到这里了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怎么样 能够 做一个书签 然后跳过去